好,接著就到下一道,這一套都是學步的 異常學步 其實是文學步,說就說,掛名是文學步 裡面篩了很多異能異是 這些就是聰明,就算你想把學步搞成怎樣也好 假的,你也把學步的名字變得正常一點 這套的內套不低,當然 日常系的異能戰鬥 日常系的異能戰鬥 當然,這套為何這麼大來頭呢? 先說一下,總監督,其實就是天原突破的副監督 另外,是畫師,2029 大家也知道是打工罷、惡魔大人的畫師 所以,很多人都對這套有些期待 但實際上,我對這套的期望不是很大 我只是當它是胡鬧翻祖 但看起來,其實也OK 大家都知道主角很喜歡的動畫 其實我不太接受到 但這套其實你會接受到的原因 他的故事裡面,就算主角也好 主角那種喜歡,他是有考量的喜歡 即是他是一個測試型的喜歡 沒錯,他不是喜歡 真正喜歡人或是喜歡的 不會覺得自己喜歡的 應該這麼說,真正喜歡的人是不會有超能力 但至少他有 所以他不是喜歡的 他真的有黑炎的Death Friend Master 又有火炎 對,人家真的有黑炎 雖然你說,故事裡面就是說 在安藤在耍中耳的某一天 他們就在一個時間點上 他們就突然之間 整個學部的所有人都獲得了超能力 甚至連學生會也有一個 會長都有超能力 應該學一下其他人都不知 應該學一下其他人都不知 應該這麼說 整個學部裡面 除了安藤 所有人的超能力 都可以說是甚麼 在我們日常認知的超能力裡面 頂點的超能力者 的能力 比如說波士級 神奇就是時間操控 採公就是還原 他可以還原一個程度 應有的形態 接著千冬就是創造 還有第二集尾的就是阿公騰 奪取 高子就好像是全世界所有元素可以用 對,元素能力 其實完全玩了 而安藤的黑炎的能力 就是只是一塊可以 應該可以發光的 低溫火炎 是阿公騰說會亂的 即是甚麼呢 其實是殘渣 其實他是 擺姿勢用的 我開始看的時候 我還有些期待 就是當知道 好像每個人的超能力 的時候 安藤說 作為一個這麼想有超能力的人 偏偏就是拿了一些 不知道甚麼的超能力 出來 你明不明白 對於一個喜歡者來說 能力是怎樣不重要 他的灑水是可以打算 我放了火箭 我發現 Dart Frame Master 多厲害 很傻 你真的喜歡病 對 一一樣就是黑炎 黑炎龍 當然他的火焰是沒有甚麼用的 如果大家看看 其實他也玩很多麥他 玩很多其他漫畫的麥他 但其實動畫已經收斂了 如果大家有看他的漫畫 是嚴重地玩麥他 也玩得很厲害 不過動畫已經要修改一下 他這樣寫我們這樣聽 故事裏面 就算安藤在每種他自己喜歡病 其實他是在照顧著 學部裏面不同的女角 他們得到了超能力之後 其實那種不安 因為對安藤來說 他在腦裏面已經是 無疑 他在他這麼多年的生活裏面 他已經無疑 當我得超能力之後 你究竟會有甚麼心理負擔 究竟會有甚麼難處 他已經是誤施了 其實他是 我反而覺得 他的喜歡 是反而比這個 喜歡病也要談戀愛的男主角 更加成熟 那種喜歡的感覺 成熟的喜歡 他那種喜歡 當然你說 喜歡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他人的性格組成的一部分 但他以這個形式去關心別人 我覺得你最後看回 他自己也會解釋 當然他的解釋 我不是一個喜歡 我不知道那些字這樣串迷 其實是否這樣解釋 他說是這樣解釋 那我當然會照聽 但他至少有一個這樣的解釋 好像其實 我挺喜歡 就是說 他們每個人的能力 就像千冬的 叫他和安藤做了一定 就是不會創造生命出來的 然後採工就不可以復活 任何一個死掉的東西 他也知道這些超人力 會帶來當中的不便 或者心理負擔 他們可能是一個沒有心理準備的人 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他先和他們約定了 你們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以他的形式去關心 學部裏面不同的人 我不是這樣解釋 其實我本來把他平時看在動畫畫裡 所謂我們在動畫上 就是說不要復活死者 不要做生命 看多我們知道 但我們實際上 當他出來之後 你要嘗試去研究一下 出人力去到什麼地步 去到什麼境界 你一定要實際這些工作 這些實驗才知道 可不可以做 你現在發現 他出人力是限制出人力的框架 是否解限 不准做這些 不准做這些 你還沒試過怎麼知道呢 應該這樣說 他的解釋其實是 當你做了這件事的時候 憑著安藤很豐富的 喜歡病病 或者看動畫的知識 可能舊馬也做到 是不是 就是他知道 做成這些事情之後 其實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後果 其實是會 就是那個後果 可能是你一個人 是承擔不起的 其實是 所以其實他也都希望 就是跟這幫同伴一起 那時候 他想說 應該說 獲得超能力是一件開心的事 就是避開了所有 就是會產生不快元素的東西 由他去幫他們去思考 那些事情做得 那些事情做得 你可以不相信 當然你說 大家都明白 就是安藤其實 是 他故事裡 他第三集裡 說 其實是 幫他們負擔了一半超能力 他們裡面的重擔 其實是 我覺得其實 有那個感覺在 有那種家人的感覺 但是你說 是否可以利用到 他那些超能力 去玩到一些 很漂亮的點子 或者什麼 我又覺得 頭三集做得有一點 而 節奏 就不夠明快 搞笑的 那一刻又好像差一點 但是他又好像想做一些 超能力做得好 因為那些超能力去推進估值 又好像少了一些 反而他哥哥的東西 反而好像有些東西 想讓人看得到 就是那個紅頭髮的哥哥 或者這樣說 其實現在這套 我剛才說的 其實是這套 好的地方 他在角色之間的互動 真的做得出來 以這個超能力為這個引子 但是最做得不好的就是 超能力其實 好像很少應用 在他們的學本 就是他們的超能力 對他們來說都是收起來 不用 不讓人知道 當然你說 當哥哥出現之後 是不是會有多了這些情節 這個之後才知道 但是至少理想方面 我覺得 那個角色至少是立體 其實每個角色 其實他有自己的崗位 就是安恆的 就是負責 帶整個故事 總之什麼事件 都是由他做這個 發生的阿神奇 就是負責套他租的 他也是一個前度中二病患者 因為他也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 現役之心的中二病患者 他喜歡的安恆就是 現役兼且有埋著能力的患者 就是N.N.S. Paradox 我還記得那個名字 什麼二律背負的 就是阿溝斯 那些就是天然愛 天東就是被保護 然後毒涉的 你或者是什麼 就是阿采公那類型 其實崗位又齊了 其實差了他怎麼配 也都是很標準的 但是至少你說 比起我們剛才說的那一套 對 起碼比起那一套 其實這一套 最少就是他的角色 他真的連貫了 就是我看到這五個角色之間的感情 但是我在那一套 我看不到五個角色之間 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去連結著 大家才會覺得 沒所謂 你騙了我 我也覺得OK 不過超能力那方面應該要多一點 說真的 你三集都是臨尾 坐公 都是找一些 大家在打男子交 打學生母將 其實不行的 他們根本那四個角色的超能力 只要真的用全力的話 是真的會死人的 即是世界滅亡 一次用全力就世界滅亡 不是 時間停止應該沒問題 但另外一個三個角色應該可以玩完 這世界是 他說還原回復活 此緣還原回復活 可能世界滅亡 還原回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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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套 反而我有興趣去看下去 至少就是 他的角色之間的描寫 其實OK 我會覺得不錯 先不論他究竟 原作究竟有幾點 至少他的動畫 現在給我看出來的感覺 起碼比結城有內好 這套就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